大家都知道周慧敏和古具機之間的友情 真的源於幾十年前 所以大家都知道他們在圈內都是非常好朋友 不過最近周慧敏竟然敢叫走古具機身邊的經理人 原來周慧敏打算開自己的經理人公司 還找Lorraine幫忙 所以搞到古具機都有點難做 最後究竟Lorraine有沒有過檔呢? Web site 娛樂 謝謝 多年來古具機和周慧敏的友情真的非常好 很多人都知道他們兩個 簡直就像子弟一樣好 每逢大家開演唱會 又或者事業上的什麼都會互相支持 其實周慧敏自從04年由溫哥麻返港之後 所有工作都是他自己接欺 因為他覺得免得簽經理人公司這麼麻煩 他說只不過是身邊的朋友 如果幫他接到一些他願意做的工作 他才接的 所以這麼多年來都是自己幫自己的事業去打拼 但現在周慧敏就多了很多內地的工作 外地亦都很多人就找他登台 所以他發覺自己的工作越來越多 真是搞不定 真是要找一個經理人幫忙 但他希望自己有自主權 所以就不想簽給某些經理人 所以今年的7月他就打算自己幫自己 開了一間經理人公司 就叫做Vivision 因為這間經理人公司 除了幫自己打理自己的事業之外 他亦都希望可以簽一些新人 捧他做新一代的玉女掌援人 大家都知道開新公司 當然要找一些信得過的人幫忙 他自己就說可以搞定自己 現在就想著簽一些新人 一定要找一些經驗豐富的經理人 進去公司幫忙打理 其實這麼多年來 周慧敏都不太喜歡經理人 就算在保利金現代的時候 保利金有很多經理人 他都覺得和大家好像有點不合 除了一個 他就是古巨基的經理人Lorraine 在保利金的時代 他已經和他好朋友 大家好有默契 自從他04年回來香港之後 雖然他沒有經理人 但Lorraine在背後都幫了他很多 無論是出書或者做演唱會 都經常在他身邊幫他 所以他就覺得Lorraine和他 真是最有默契 所以今次開經理人公司 他都打算叫Lorraine過來 但其實他都知道 古巨基和Lorraine之間 除了是經理人和藝人關係之外 還是情侶 拍拖這麼多年 其實他要開口 說要Lorraine過檔 其實他都有點難做 所以他試過一晚 跟他老公毅震 約了古巨基和Lorraine一起吃飯 就說希望Lorraine 可以去他的經理人公司幫忙 當時古巨基 是沒有立即答應要考慮一下 考慮完之後 那又怎樣呢 其實古巨基都知道 現在自己就簽約了英皇 英皇上有很多人照顧他 再加上他就是一個服裝品牌公司 ABC 也都已經上了軌道 他都希望Lorraine 可以選擇一些他想做的事 他知道Lorraine 和Vivian之間很好朋友 他說今次Lorraine過檔幫他 Lorraine都很開心 所以最後 古巨基都答應了 所以現在Lorraine 已經過檔了周衛敏旗下的經理人公司 接下來還會簽約新人 其實前一陣子做活動的時候 大家都有看到古巨基帶著一個新人出來 其實那個都已經是Vivian 看中了的新人 現在Vivian和Lorraine一起工作 古巨基身邊就剩下英皇的人了 不過這樣啦 是時候八重公開 今天八重公開的提供想問一下你 你又覺得周衛敏開間經理人公司 會不會成功呢? 讓我把你的意見到Vivian.tv上面留言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